每年农历九十月份是海南省丁安县中瑞农场 母瑞山地区山澜道收割的时节 唱山歌 收稻米 品尝桌宴已成为当地的民俗传统 10月24日记者在母瑞山下看到 金黄的山蓝稻穗在蓝天白云的映称下格外显眼 穿着苗族服饰的阿哥阿妹穿梭于稻田之间 于身后的青山交相会映 映然一幅丰收的美丽画卷 当天苗族阿哥阿妹们早早地来到田间收割山蓝道 他们边熟练地操作着手里的收割工具 边高唱苗族山歌以表达丰收的喜悦 据了解 山蓝道是海南梨族苗族特有的山地旱道 是梨族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筛选出来的 适宜干旱地带种植的道种 传承了上千年的梨苗农耕历史 每逢收割季节 母瑞山地区的苗族百姓会用传统的祭祀方式 载歌载舞 对酒当歌 邀请贵客品山蓝米饭庆祝丰收 下单代化设备投入使用到山蓝道米的种植中 生产与劳作的效率大大提高 刀跟火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但是为了纪念这一古老的少数民族文化 他们每年还是会留出一小块地 用最原始的方式收割 我作为一个苗族同胞呢 我想把我们这个苗族文化呢传承下来 所以我就承着这是有三蓝道 我就想把这个受三蓝这个对抗的这个女生呢 把它表示字录下来 让大家呢让社会上还有甚至的苗族同胞 年轻一代都意识到以前老人 种山蓝的那种古老的方式把它传承下来 芭蕉叶 五色饭 山蓝米酒 是苗家长桌宴必不可少的元素 当天为了宣传苗族传统文化 感受少数民族风情 母瑞山下的苗族同胞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 与他们对酒当歌分享丰收的喜悦 首先会为他们那种劳作 辛苦辛勤的劳作 会首先是一种敬佩敬意 就你会觉得这个地方他人存朴 然后呢他会民风也会很存朴 人会很善良 所以他们妇女能够自发的 这么样的组织民间的这个活动 就证明他们这个苗族 百姓是很有强烈的愿望 宣传自己的文化 传承自己的文化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苗族文化呢 更多的人知道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